做广告最重要的当然是吸引人的眼球,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推销的目的。 可是如果户外广告牌上挂的是裸体美女照,你会怎么看? 不少市民都表示,太不雅观了。 市区青年冬入延伸段的顶头,有一幅大型广告牌,由新天地生活广场制作。 内容是招商签约大会10月20号圣达召开。 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,竟然把网络红人干碌碌的大幅裸体照印在了广告牌上。 过往市民都觉得不能忍受。 这个肯定不应该管道,那个看上去不雅观嘛,对,太露了。 甘露露是何许人也,她网上发布预示裸照征婚,北京车展因为泰国暴露遭封杀,号称中国第一裸摩。 她的裸照竟然堂而皇之地上了大陆旁的广告牌。 广告公司的这种行为,有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审批,我们将继续关注。 城市日历,记得报道。